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爱读书 说话还有点口吃 父亲觉得他不会有大出息 小佐斯知道之后非常难过 于是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刻苦学习 佐斯坚持不懈地发愤读书 终于成为一位学识渊博的人 文章也写得非常好 佐斯用了整整十年时间 以三国时未属无首都的风土 人情 物产为内容 写成三都妇 三都妇一传播开 就受到人们的赞赏 轰动了整个洛阳 由于当时还没有发明印刷术 喜爱三都妇的人 只能争相超越 因为抄写的人太多 洛阳的纸张供不应求 一时间全程纸价 大幅度上升 后人用洛阳纸柜 形容文章著作 广泛流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